最近大火的香蜜晨晨,已经完美大结局了,观众还有些不舍,剧中的演员除了邓伦,姚子成为了话题人物,就连若遇的是演罗云喜,也是备受关注。 关于这个角色的情绪其实是很丰富的,很多时候演员需要用眼神和微表情向观众传达,这点罗云喜是做得很好的,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。 罗云喜在剧中可惧化的性格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,在剧中他沙发火段,到了现实中变成了可爱的大男孩。 罗云喜与男团成员的身份出导,到了2012年转型为演员。 虽然这些年作品不是很多,但是塑造的每一个角色却让人印象深刻,罗云喜明明是可以靠颜值的,但是他非要用实力来证明自己。 凭借相逆大火的罗云喜最近世界联寿的采访,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,问到问题他是有问必答,记者问的第一个问题,晚上睡觉,他会不会选择落睡? 罗云喜是脱口而出落睡两个字,看来也是个耿直播啊,除了这个问题,记者还问到了一些则偶观,罗云喜很直白的表达第一眼是看长相,然后是人体和内感。 她的答案也是可以理解的,毕竟是于颜值,先于才华啊。 罗云喜还被问到圈内最喜欢的三个女演员,当时大家以为她会回答是杨子或者宋茜,因为这两个女演员都和她合作过,杨子和罗云喜合作的是香蜜,宋茜和罗云喜合作的是上古情歌,但是罗云喜的答案让大家意买了。 她最喜欢的女演员不是杨子也不是宋茜,而是热巴、贝贝和谭松玉。 这三位女明星在娱乐圈算是长相很兔色的了,罗云喜又是妥妥的眼孔,喜欢她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了。 最后罗云喜还谈到了自己的爱情观,她如果现实中爱,而不得会选择放手,生活中没有那么多两情相悦,最终陪伴自己的不一定是最爱的,也不一定是最爱你的。 这样的爱情观很让人心疼了,在剧中论云便是爱而不得,希望在现实中的她可以遇到两情相悦的人吧。 罗云喜自负最喜欢的女演员,不是杨子也不是宋茜,爱情观让人心疼,对于罗云喜的回答,你还满意吗?